大家好,我是小七 刚才我去超市买了点补给 我后面的这就是 买了点饼,还有苹果 果冻,还有饮料 明天吃的 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花了30块钱 这给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一般去外地的超市 我都是尽量选择一些 明码标价的超市 因为有一些菜市场 没有明码标价的吧 他会听你不是本地人的话 可能会贵一点 所以呢,不是地域黑啊 就是说哪里都有这样的人 所以呢,小心一点 这是我买东西的一个经验吧 看一下我今天的晚餐 鸡汤豆腐串,味道还行吧 也不算特别好吃 8块钱一份 加上这个塑料的打包盒 一共是9块钱 这是外面的环境 这边有点吵 以后打算再换一个露营地点 这边不适合露营 你看,经常会过人过车呀 马路边 这边不适合露营地点 这边不适合露营地点